意大利珠宝品牌宝格丽宣布将由牧村拓摘 15岁的女儿牧村光西担任他们的日本大使 15岁的牧村光西无疑是宝格丽 目前最年轻的代言人身为模特出道的她 继承了父母优良的基金 一张高级脸让人感觉很是惊艳 不过受是美颜下的牧村光西 却被人发现了一个致命的弊端 那就是她的腿竟然是弯的的 弯腿本就是亚洲女性天生的弊端 再加上日本女性长期贵坐的因素 她们的腿很容易变成高型腿 一组牧村光西的代言照被曝光 这组照片中牧村光西身穿阔领黑色上衣 这件上衣露出光西骨感的肩部 性感的缩骨与光西的高级脸像呼应 给人一种艳势的感觉 很是干练 再配上搭该品牌的首饰及首作艺点缀表 光西整个造型变高贵优雅起来了 牧村光西十五 就被应邀参加巴黎神奈秋冬高定大秀 身穿过一袭白色连衣裙 脚踩白色马丁薛现身 很是帅气干练 在搭上与爸爸 牧村坐在相似度百分之百的艳势里 光西的高贵气质一下子变出来了 不过不知是否因为拍摄角度不对的远故 牧村光西看起来有些矮小 要知道现实中的牧村光西 可是有足足一百七十厘米的高个子呢 并且当日牧村光西秀出来 那美腿也是让人一言难尽 身为模特的牧村光西 不应该有一双笔直修长的美腿吗 怎么会有这么一双欧型腿 也难怪网友无语了 这次看秀光西的造型 看起来与T台上的造型截然不同 增加了许多少女应有的童真可爱 一件像奈儿的柳苏连衣裙 将她衬托的可爱极了 毛毛的连衣裙看起来柔软极了 为牧村光西添加了许多女孩子应有的童真气质 而不规则的设计则看起来新潮时尚 很符合牧村光西模特的人设 事与贾威领的设计则可以拉长光西柏港的既视感 修饰光西的鲜额景使她整个人看起来更加高级 这与牧村光西的高级脸相互映真是惊艳极了 从上半身来看的话 牧村坐在和宫藤镜香的超高颜值都很好的诠释在光西身上 怪不得媒体纷纷表示 牧村光西拥有一张盛是美 但是盛是美颜又如何 如果身材不行这身造型依旧会崩塌 牧村光西和多数日本女子一样 拥有着一双凹型腿 这种腿型会使女性的腿看起来很短 加持当日牧村光西搭配一双白色马丁靴 马丁靴作为当下的时尚爆款 本就只适合一些腿部纤细修长的女性穿 对女性的腿型拥有着很高的要求 而光西的腿型则恰恰是她最大的弊端 穿上马丁靴后的光西失去身高优势 显得腿部又粗又短 很是难看 腿部不完美 就得靠搭配来挽救 当日牧村光西佩戴了一条银色的socker 这条socker款式简约精致 在牧村光西小麦色的肤色衬托下显得十分耀眼 很是吸引人们的眼光 而牧村光西耳朵上佩戴了耳环 则是另一件西人眼球的饰品 星星耳环小巧精致 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很是适合牧村光西的高级脸 至于光西手上提的银色包包也是十分吸引人的 Boyce Nell的包包向来都是主打帅气的中性风 这与牧村光西的白色马丁靴很是相适应 而银色的色彩在阳光下艳丽多人眼目 很是出众 可以说当日牧村光西的配饰都十分的亮眼 这样可以将人们的视线吸引住 遮挡腿部的臂端 与妈妈和照下的牧村光西看起来更加帅气干练 很是可爱呢 十五岁的光西站在妈妈身边 似乎已经比她还要高了 而一张盛世美颜更是与妈妈不相上下 令人惊艳 不过看到牧村光西的一双腿 网友还是纷纷表示无语了